我們繼續看 chapter 36 interference of light wave 後面我們要算一些example 首先第一個example What is the minimum path difference 所以我們慢慢不用去算整個波函數 我們用所謂的相位差 相位差可以從光層差 或者從這個時間的延遲 兩個方式來製造相位差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它說 minimum path difference 就是 delta x 最小是多少 will produce a phase difference of 180 degrees 就是 它不希望你繞一圈又二分之π的意思 又π的意思 繞二π一圈又再π 它不需要 它希望你剛好是一個π就好 就180度了 所以你要製造一個π的這個phase difference 那 實際上你要製造這π的phase difference 你要知道你的什麼 你的光它的波長 難達如果是800奈米 那它的 delta x 應該是多少 delta x 等於多少 ok 才能夠製造出這個π的相位差 那B小提的What phase difference 問你說這個delta pi是多少 will that path difference produce in light of weblands 700奈米 那如果說 它實際上 delta x 一樣 那 但是呢你現在波長不一樣 那 那現在這個相位 相位角又是多少 ok 所以非常簡單 第一個就是 如果你要製造出π怎麼製造 那你delta x 要多少 那就delta x 除以難達 再乘上2π要等於π 那就可以算出 實際上就是2分之波長是400nm 那這400nm對於700奈米波長 它實際上角度是多少 一樣很簡單就是 把400奈米除以700奈米 然後再乘上2π就可以算出它是7分之8π 好 再來下個example就是 雙瑕縫幹線 假設有兩個narrow slit 兩個瑕縫 然後它的距離是1.5mm 所以你第一個知道D等於1.5mm ok 然後呢它怎樣用黃光 那當然要有一個波長是589奈米 所以第二個知道Nanda等於589奈米 好 好 那接下來就是光 反正這是sodium lamp 發出來的黃光 那接下來請你去計算一下 假設它的布木是3公尺遠 所以假設L等於3公尺 好 然後去請你找一下 找一下它那些量文之間的什麼的距離 你可以找第一量文 第二量文第三量文是多少 那當然中間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量文 所以你可以 我們前面有大概講了一下 就是 這個 呃 假設是照到中間位置 那它這個是量文 所以這邊是最量的 ok 那接下來會有暗、量、暗 好 那這個量文跟 下一個量文的位置是多少 那很簡單嘛 我們前面講過就是你只要去找什麼 它這個往上斜斜過去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它會有一個三角形嘛 我們就說這邊三角形 那這個 它的 光層差就是什麼 就是d sinc 最後 這個約為 約為tangc d sinc 然後這個 光層差 就會講 就會 造成它的這個 這個量跟暗 所以這個d sinc 如果它是量文的話 要等於什麼 等於 這個波長的整數倍 所以m倍的難大 ok 好 那最後再把sinec 換成tanc 換成 換成你的 最後 觀察到量文的高度 y 然後再處理那個 你的 這個布木到什麼 到你的 狹縫的距離 好 所以d sinc 等於m倍 就是量文的條件 然後再把這個 sinc 換成tanc tanc 就是怎樣 就是你看到那個高度 ym在處理 把它放上去 好 所以你就可以 算出它的這個 第一量文 第二量文 我們把這些條件 把它放上去 tanc 換成ym 處理 然後所以呢這個 這個 m難大 這邊 m倍的難大 左邊是d 乘上ym 除以l 然後 右邊是等於這個 m倍的 難大 就是 m1的話 第一量文 m2是第二量文 所以你的ym 就可以整理一下 ym就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 m倍 乘上 l難大 除以d 那你先把它計算算一下 算出來 好 那算出來是0.0012 然後再乘上m 所以你就可以 知道說第一量文 y1是多少 第二量文 y2是多少 那 當然量文與量文之間的 這個 距離就是 0 就是 大概是1.2個mm 好 再來是這個 雙峽縫乾色的問題 他說有一個 雷射 是用來這個 打到 雙峽縫上面去 然後就 接下來 光就這樣 就會產生乾色條文 他說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slits is 0.03mm 所以他的 低啊 低很小 等於0.03mm 然後 a viewing screen is separated from the double slits by 1.2m 所以他的 L等於1.2公尺 ok 他說 the second order brighter fringe m 等於2 is 5.1cm from the centre line 所以 他就告訴你說 我們剛剛寫的 ym ym y2 2 等於5.1公分 所以 有這個訊息 我們就可以整理 整理一下 請你去 計算一下 他的 波長是多少 ok 所以我們知道說 你達到 y2就是 滿足什麼樣的條件呢 很簡單 就是剛剛一樣 兩道光的光層差 是什麼 第一層是sin c 對不對 等於 m倍的難打 他剛好是 m等於2 所以是兩倍的波長 然後再下來 再把 sinc 再換成tgc 對不對 所以這個把它拿掉 換成tgc 的話就是什麼 就是y2在 這邊就變成 y2 再除以l 好 所以你就可以算 這個波長是多少 好 所以呢你可以把 這個訊息把它結合起來 最後 這個 難打 你就可以算出來 難打 這邊 難打就等於 這個 y2的話這邊 m是2 2 y2 y2是5.1 乘以10的 負二次方公尺 然後再怎樣 再除以 除以l 然後再 乘上d 再除以2 你可以算一下 最後難打就可以算出來 答案是 637.5個 nm 好 再來我們來看 是利用這個 向量的方法來 算總波 凡數 他說 請你使用 這個向量方法 然後去 計算 他的總波 凡數 如果是這樣 是兩個波跌 加一個是A0sine alpha 一般alpha 就是kxωt 另外一個是A0sine alpha 加delta 所以剛好正符是一樣 所以你可以畫一下 譬如說在 右邊這個圖 你看 A0 然後這邊是alpha 這alpha角 就是kxωt 另外一道光 他跟 原本這個A0延伸的線 再加一個delta 因為 剛好兩個正符是一樣 所以他是一個什麼 他是一個 等腰三角形 那這時候delta prime 跟 這個delta之間 就剛好有一個兩倍關係 兩倍delta prime 就會等於 這個delta 所以 delta prime 就等於 二分之delta 所以很簡單 好 那有了這個關係之後 你就可以講 利用 這個A0 算 這個 A 因為 你A0 cos delta prime 現在變成二分之delta 他就等於A 所以你這個A就可以算出來 所以 二分之A 等於A0cos 二分之delta 你可以最後算出A來 那 接下來 你就可以把 把 他的總波函數形式寫下來 就是最後我們 把 A0sin alpha 加A0sin alpha delta 要等於一個總波函數是A 那A已經找到 然後另外是 delta prime delta prime也找到二分之delta 所以你可以把它全部寫上去 A的話 就等於什麼 等於我們剛剛講是 兩倍的 A0cos 二分之delta 那另外這個 delta prime就是二分之delta 所以我們就全部的答案都找到 所以 一樣就是反正疊加 原本的波函數相加 那最後 等於什麼 一個總波函數 總波函數有一個正幅 加上總波函數有一個相位差 這邊叫delta prime 那 接下來就畫圖向量方法 然後解出總波函數那個正幅 那個長度是多少 然後另外就是找出他的角度 delta prime是多少 OK 我們再看一個example 他這個example就是 會提到我們剛剛前面有講的 如果你從波速快撞到波速慢的界面 反射光會有個180度角的相位差的概念 那這個題目他說 Wave shape film of air 就是你利用 等一下會 會 講到你利用玻璃把它圍成一個 極形的這個空氣 的一個體積 所以他說 It's made by placing a thin paper between the edge of two flat pieces of glass 就是兩片玻璃 一邊就是把它靠緊 另外一邊就是塞一個紫 讓它有一個縫隙 那他說Lider wavelength 如果用500奈米的波長的光 然後從上方去照這個玻璃 就是玻璃 兩片玻璃在這裡 然後從上往下去 照這個玻璃 然後另外也從上面去看 他就會看到什麼 看到一個乾色的亮暗的條紋 那他說假設他這個角度 就是兩片玻璃貼在一起 有一個小小的角度 那這個SIDA角大概3乘以10的-4十方 Radeon 進度 問你每公分有多少個暗紋 所以最後可以算出 就是每單位長度有多少個 這個亮暗紋的這個條紋 所以他的概念上就是兩片玻璃 我們從側面看 這是上面的玻璃 這是下面的玻璃 那假設他們玻璃長度是L 那當然這邊有一個小小的角度 這是我們講這個SIDA角在這裡 SIDA角 所以呢你的T 就是說你最後最外面的這個 這個空氣的什麼 就兩片玻璃的距離這個T的話 就可以用什麼 用L乘上SIDA去算 那如果你從上面往下去看他 那第一個概念就是說 你要知道說第一個紋路是暗紋還是亮紋 第一個紋路是暗紋 那原因是什麼 就是 你的兩道光 第一道光是誰呢 這邊第一道光 就是 直接是怎樣 是波數慢的地方去撞波數塊 所以第一道光他反射就 沒有這個180度相微差 這沒有問題 那第二道光 其實會講會走到這個空氣 然後 然後 就這邊的空氣 然後空氣再怎樣去撞到這個玻璃 才反射對不對 那就會有波塊撞波慢 所以這個第二道光會有什麼 會有180度角的相微差 所以他跟第一道光之間一定會有一個什麼 一定會有一個180度角的相微差 一定是一個暗紋 所以我們知道說 第一個條紋是暗紋 第二個條紋才是亮紋 那亮紋所發生的位置就剛好怎樣 剛好是這個 在 如果他有繼續往往下走 就是說 如果在空氣 在這空氣這個空間裡頭 他有什麼 他有 從 剛好在這空氣裡面 他有 往下走再往上走 那這時候呢 發生在第一個亮紋位置 我們叫做剛好 就是在這個位置 我們叫做 他的厚度剛好是T1 OK 那這時候呢 兩倍的T1 會產生 亮紋的原因就是什麼 因為你已經差180度角 所以現在要 再 差一個180度角 才會是亮紋 所以是 二分之波長 所以這邊 要跟大家講 就是 概念上 第一個位置是暗紋 然後 接下來在 二T1 等於二分之波長 才是亮紋 OK 那當然 在下一個暗紋 就變成一個週期了 一個週期 就變成 變成是 我們假設下一個 暗紋的位置 叫做T2 所以這2T2 就等於什麼 等於一個波長 OK 好 所以呢 到底有多少個波長 如果 多少個亮暗紋 如果 多少個暗紋 講清楚多少暗紋 如果是到達 最後面 右邊的玻璃的 這個 端點的位置 它實際上 兩個玻璃之間的 距離是 T 所以它 最後有多少個暗紋 是 2T除以 難達 所以這是 Number of Dark Fringe 那接下來 它要算什麼 算是 每單位長度 有 多少個 這個 有多少 Dark Fringe 所以 再下一個 就是說 那個長度問題 我們剛剛 可以把 T跟 L之間 把它結合起來 我們前面有講 就是 T剛好等於Rc 這邊R是L 所以 T等於Lc 那下一步 你就可以算 有 多少 這個暗紋 再處理長度 所以 N在處理L 你把 N代句來 N是2T除以難達 再把 T換一下 換成L乘上C 最後 你會發現到 L會消掉 所以 一開始 不用知道 它的 這個 玻璃片的長度 你只要知道 這個角度 還有你的 打的光的波長 然後你就把 這個 CIDA 跟Nanda 把它帶進去 用正確的單位帶一下 最後你就會 得到 N除以L 就等於 12個 Dark Fringe 分數 CM これで 是 0